射攻 尼坤欣啦 晶恩 球夠的命中率是45% 三分外線43.1 罰球的命中率 那當然台P最希望的就是 能夠拿到第三名 對 超越的差別 賈傳再給 再卡上球 競算 晶恩這個球 晶恩 這個球 打掉塔幣 最後還有搖手的動作 Not in my house 晶恩這個球隊 上來之後已經拿下6分 塔幣從後面推人 塔幣這個球 防守站位有點佔了過度的區錢 平均可以拿到27.1分的進場 分數無差距如果 再拉開 以30分差進入 裁判的哨音 裡面打因為有塔幣 可是這就非常要求外線 又是朱立松的犯規 後面的一個動作 台P還是有機會 來底下要到犯規競算 打得非常的果決 對 傳出來的時候 結果發生了失誤在湖頂 這球再交給晶恩 又是一個 晶恩 晶恩再轉身 藍底下 這球放到籃框另外一邊 而且還閃過了塔幣的防守 很刻意地去 再做成隊的防守 因為 這個距離他就能夠投得近的 不過外線的3分球 晶恩 五投一中 晶恩再傳球 林女勝外圍的3分進 想得開心了 他也拿到了團隊最高的14分的進場 可是晶恩的一個3分球 再加上林秉勝的3分球 反倒是直接把這一個 這個球往籃下就是去找卡斯 因為那上面受到對方的防守 壓迫跟抄截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不讓你傳 直接要打上去這一球 這樣傳得些什麼 這個也是籃球比賽的一部分 3比88來擊敗的台平英雄 例行賽當中瘋亡 真的要恭喜中心特攻 打不當中瘋亡 我們先看看 有沒有玩耳 都在交往盡 兩側 一個正角的過程 一扇進行